一位會計師去年8月中在元朗警署外 放置臨有天拿水的報紙稅 承認刑事恐嚇 在區域法院判監8個星期 法官葉佐文判刑家時後說 57歲被告劉少說 案發前幾小時才買天拿水 身上沒有打火機 符合被告所說 不希望對警察造成實際傷害 但法庭不允許任何人以威嚇手段 解決問題或宣示觀點 亦不應該令警察執勤時受壓 20星期監禁為量刑起點 考慮被告認罪判監8個星期